《教主曼宇月父》 讲到孟子滕文宫里面 就是大家住在孔子的墓上 独居三年然后归 其实三年的时候 大多弟子在那平常都干嘛呢 平常大家也讲一讲聊天了 或者做生意了 然後講講大家對孔子的回憶 大概都是這樣 然後這個有一天 紫下紫章跟紫游以有弱似聖人 所以欲以所視孔子是 大家想那個孔老師 就說那有弱長得像孔老師 有弱小孔子四十三歲 所以我們就找他好了 紫下紫章跟紫游 都差不多小孔子四十幾歲的人 也是他們中間 然後就強爭子說 爭子我們這樣做 爭子說不可 他講這段話什麼意思 我也不太了解 意思就是不可以 我不贊成什麼江漢宇宙 江水漢水來洗起 然後秋陽 然後再來曝曬他 浩浩乎不可上 這怎麼可能呢 又水洗又太陽曬 這到底在講什麼 曬魚乾嗎 還是什麼曬布嗎 還是什麼 我就不太了解 秋陽好像是秋天的太陽 他是南班角色之人 非先王知道 開始罵人家了 他是南方人 那南方人講話 我們聽不懂 有若是南方人 這我就不知道 指輩之之事而學之 亦亦亦亦亦争之以 所以 吳文出於幽谷 遷於僑木 魏文出下僑木 而入於幽谷 意思說人應該往怎麼樣 不應該是這個方向 簡單講是這樣 最後還是被趕走了 《眾林弟子列傳》 《眾林弟子列傳》 就說怎麼樣 這個因為顏色的關係被吃掉了 被背景吃掉了 意思說 商渠那時候 孔子堯都不要派商渠去奇國辦一件事情 商渠媽媽不答應 你說我們商渠都還沒生小孩 那你就派下去 放心放心放心 這個商渠媽媽你放心 他到了四十歲就五個結婚 還會生五個小孩 四十歲以後結婚 陸續生下五個小孩 還是四十歲結婚的時候 就剛好有五個小孩一起帶過來 反正總而言之 無憂 Don't worry 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 五丈夫子就是五個小孩 以而果然後來就真的應驗了 然後夫子何以至此呢 他老是怎麼知道 就問游子 這根本找人麻煩了 老是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代表我有他心通嗎 這不是你就莊子派來的人嗎 你不是魚 你怎麼知道魚很快樂呢 你不是我怎麼知道魚 我不知道魚很快樂呢 你開始變莊子 我覺得春秋戰國時代 是一個非常亂的諜報時代 什麼人什麼立場人都有 然後游弱也不知道怎麼對 這是什麼答案 什麼問題嗎 我怎麼回答呢 弟子就起哄 說游子必是此非之罪 給我滾下去 孔子弟子也不會就這樣 有誰禮讓了嗎 有誰呢 把他拱上去 就把他趕下來 拱上去的是兩三個人 然後踢他下台 可能就那七十個人 噹 好 說這個 東漢的這個 王聰 就說體壯四類 石性飛揚 這只長得像而已嗎 哪有孔子那個學問呢 所以這個想法 從一開始就是錯的 孔子誰推他 到底因為他像 這就是錯的 現在至少可以看網路課程 那好歹就是孫老師 不管那時候你看的時候 孫老師已經到哪去 你都不知道 但至少 那是我講 他那個只是長得像而已 那不就是找一個長得像的人來嗎 這是懷念老師的方法嗎 還有儒家的成立 所以孔子自己生的時代 不叫儒家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叫儒家 是後來他的七十子徒 因為有的人呢大者為師父傾向 有的混得很好 混去當官去了 在別的國當官去了 小者有教士代夫 再差一點呢 也有一點學問 跟這個最低層的這個貴族階層 士代夫來往 或隱而不憲 誰隱而不憲呢 元憲呢 他就隱而不憲 什麼人都有 孔子的弟子太多了 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根器 去做不同的事情 所以子路呢就到衛國去 子路其實不到衛國 子路已經死了 這段是寫錯的 講太快了 子路要到衛國 那也是可能孔子生前的事情 孔子在死之前 子路就死了 這都有記載 子章到臣 這可能 坦台直語 就坦台滅民 居楚 子下居西河 子共忠於齊 這都是告訴你 孔子弟子滿天下 好 這段的意思 就講太快了 把子路都講進去了 沒想到 如果再居齊 齊國鬧鬼啊 各位千萬別去啊 像田子方 田子方斷竿木 吾齊 秦華離職屬 徒皆受於子下之論 我剛說過子下境界不高 所以這些學生的弟子的弟子 那境界就更不高 所以這些人 然後子下之為王者師 一個境界不高的人來當王者師 你就知道儒家的後場 下場是不太怎麼樣的 所以簡單是這樣 就說賢尊夫子之夜 潤色之 講一些孔子的東西 然後家以潤色 以學 顯於當世 所以後來叫顯學 在孟子的時代 大概五百年後 儒墨並稱顯學 儒家跟墨家並稱顯學 那時候沒有佛教 佛教一來 這幾家都被幹得差不多 現在墨家到漢朝就沒有了 怎麼沒有墨家了呢 可能就到了草莽去了 就沒有人說 墨家是屬於這個下層階級的 或者變成工匠 那這個儒家的成立跟分化 這下學是我們玉老師說的 沒有人說過 還不知道什麼是下學 我們同門人有時候也很困擾 要跟人家介紹什麼是下學的問題 那有時候講的叫儒術 你們現在有個電影叫幻術 這個術呢 不是聽起來不是很高明 在古代沒有這樣 我們現在覺得學比術高一點 然後孔學 或者孟學 尋學就跟提倡的人 或者就綜合來說叫儒學 這大概是到了漢朝以後才這麼說的 等一下 好像孟子時代就這樣說 然後道學是宋朝時候說法 道學理學或心學 心學到王陽明 陸向山都叫心學 那當然後來有一些非常遵從儒學的人 都叫聖學 那後來有所謂漢宋之分 在清朝的時候 認為儒學有漢宋之分 那可是原來叫道學 那現在也有一些西方的學者 就不稱心儒家 而稱宋明禮學 他就叫宋 -明confusionism 就不用new Confucianism 這樣的字眼 那儒家還有這個從子思跟孟子 接下來這一派 這其中前面有曾子 所以思孟學派 思孟學派是曾子子思孟子 因為就是說孔子死後呢 就把他孫子交給這個曾子來帶領 或者給他傳授 所以子思傳的就是孔學 孟子自稱上階孔子 他自稱上階孔子 後面都相信了 我覺得你如果認真的看一下 孟子講的東西 跟孔子講的東西 有哪些孔子講的他不講 李悅孟子講的非常少 有些孔子沒講 孟子講很多春秋 很奇怪 孔子強調春秋 但是論語裡面也沒有春秋 也沒有《易經》 這種比較高層次的東西 論語裡面都沒有 反而到了後來 孟子有講 荀子也有講 他們兩個在這部分講的大概都有 然後最妙的是 孟子裡面出現孔子的話 你在《易經》裡面可以找到不少 一樣 荀子裡面出現孔子的話 你一直都找不到 你當然一個說法就是他偽造 如果不是偽造 就他有另外一個根源 孔子一定講過很多話 大家一定聽過 那可能那派人就專門記這一句話 然後其他人就不相信這一句話 簡單講就是這樣 這跟佛教的那個是一樣的 跟將來我們要講到的其他人也幾乎一模一樣 像蘇格拉底記載他的故事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柏拉圖 一個就是這個 三個 一個柏拉圖 一個叫做色諾芬 一個叫做明澤元行路的那個人 那個人叫做拉艾索斯 叫拉爾西斯還是什麼的 那個人 大概有三個人 那有些地方是一樣 大部分地方是不一樣 那你說誰說謊嗎 應該不是 好 徐子因為下開法家 所以 而且罵的有三種賤儒 紫張式是賤儒 紫下式是賤儒 自由式是賤儒 你想這個尤其紫下 那學派的人覺得 你罵我們老師你什麼樣 當然就不理他了 那不理他以後大家都不理他了 所以徐子的書一直到後來很亂 不太有人整理 因為大家都不喜歡他 唉 這個被人不喜歡 這是一個宿命 好 韓培子時候呢 孔安培子說 孔子死後儒分為八 韓培子是法家 紫張子之辱 剛剛也有 紫思剛剛沒有 顏氏到底是誰 顏誰啊 顏回嗎 還是誰 不知道 孟氏孟子嗎 可能是七雕氏 剛剛講到七雕開 仲良氏不知道這是誰 除非他有一個名字 是我們不知道 孫氏之辱 誰啊 尋子啊 不然孔子哪有弟子姓孫呢 岳正氏 要不然就我穿越回去 跟現在所有的電影一樣 對不對 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啊 儒家的問題 那你就穿越回去吧 那我們上好時間 不要穿越太早 五秒鐘我就回來 然後我就五秒鐘回來 岳正氏之辱 這是岳正之村 這也是我上次說過那個故事 曾子快死了 他就在那兒 然後他說 他說這個人真的是道德警察 所以你就整那席子啊 你的身份不適合整那席子 人都快死了 你不合身份 曾子說 這是人家今天送我的 好 我就把兒長 來把這個席子給撤 老爸明天早上再撤吧 你已經病那麼重了 別動啊 不行 你沒看 岳正子孫都說了 就撤了 還沒撤完 曾子就掛了 岳正子孫大概就剛好辦葬禮 我來幫他找你包 這是我想像的 基本故事書上有寫 具體內容是我剛好演的 好 然後這個漢孝景帝的時候 這在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段 在專制歷史 元顧生這個人跟黃生 黃生是不是名字叫生 還是因為他是男的叫生 論辨湯武革命的正當性 這裡面有一個paradox 好清和王的太父叫元顧生 太父就是他的老師 那個王的老師 他是齊國人 他的專長是研究詩經 校景帝的時候為博士 跟現在博士不是一樣 我們是借重當時的內容都不一樣 與黃生爭論景帝前 在景帝面前在那邊爭論 黃生說湯武非壽命乃是也 湯武革命是錯的 那是殺了 是殺君叫做是 元顧生說不然 你怎麼這麼酸啊 節奏虐亂天下之心歸湯 是因為湯得民心 這個節奏亂搞啊 所以得民心 民意調查 結果不管是這個手機調查 還是事發調查都他最高 所以湯武 然後這個湯武呢 與天下之人租節奏 他是受了天下人的這個 來租他的 節奏之名不為之不恥而歸湯武 就不願意跟他在一塊 願意跟湯武在一塊 所以湯武呢 是不得已而立 沒辦法啊 大家都支持我 不是我要害你啊 是大家都支持我 非壽命 這難道不是壽命啊 天命 就從人民來表現 在上書裡面就有啊 皇上就說 冠雖必必加少 就算帽子壞 也是戴在頭上的 就是皇上在插 還是皇上啊 呂雖心必關於諸 新帽子也得穿在腳下 這個比喻不知道怎麼比 我看找不出話來的時候 就這樣亂講 何者因為有上下之奮 之奮也 這個要給上下 節奏在雖然失道 然均上也 再怎麼樣他都是皇上 然後呢湯武怎麼樣都是臣啊 符 足有施行 臣下不能正言 匡過以尊天子 反而因過而足之 代曆見南面 非是而合 你應該做臣下的人 你做不好 你應該這個跟他講好聽話 不是講好聽話 應該直見他 告他他做錯了 你怎麼就把他殺了 然後取而代之呢 怎麼可以這樣 這皇上的立場 原故是說 畢若所云 那麼照你這麼說法 我景帝的祖先是高帝 和高祖劉邦 難道高帝代秦 即位天職位就錯了嗎 那我們在他秦朝的皇上 也不能改啊 二世也不能改啊 那我們劉邦皇上 皇太皇太后 太皇太太 就是 這就做錯了嗎 哎呦 你罵到人家的祖先了 這麻煩了 於是景帝曰 景帝曰出來答 說食肉不食馬肝 不胃不知胃 你只吃過肉 沒吃過馬肝的 不表示你不知道胃 你看這也是一個癮 這講什麼呢 學者物言湯武 受命不為餘 你們就不要再談這件事情 沒人說你是傻瓜 你這樣談下去 我得把你殺了 意思不就這樣嗎 睡罷 後學者 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放殺呀 台語現在還有啊 可是不同意思啊 放殺 放殺現在是男女分手啊 尤其男人把女人給分手了 這裡是受命跟放殺 這是政治上 所以這是中國歷史上 專制歷史上 最後一次來討論 能不能革命的正當性的問題 後來就沒有人敢討論 沒有人敢討論 一直到清朝末年 幾千年來都沒有人敢討論 而董宗書跟獨尊儒術的問題 這邊有一個 這個歷史上 當然有人很詳細的考證 那個獨尊儒術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還有正典的確立啊 什麼叫經書尾書 我們叫經度尾度嗎 那尾書大部分人都不看嘛 因為跟稱尾之書有關 漢朝的時候這種稱尾之書很多 就講著啊 誰要待命王者興啊 會有一些假的 什麼孔子生下來啊 有什麼 必自作定士命符啊 這六個字次在身上 有時候五個字啊 那個都是一樣 都是尾書 所以正典化的經書有哪些 還被正典化排除的 稱書跟尾書 我們說一語呈稱稱 也是這個稱 好五經呢 就是藝書實理啊 然後這有說的不同 有的是李是以李 還有什麼小代理 那春秋三傳 就是沒有月經 李月的月 開玩笑說 男人沒有月經啊 所以為什麼五經六經裡面的月經不見 因為是男人念的 因為他沒有月經 這笑話還可以嗎 太冷了吧 好吧 好吧這是性別笑話 好像還可以 但有點冷 好吧 也許在不同場合 然後五經有五經博士 這裡面告訴你是哪一年 這資料都是從網路上弄下來的 因為我以前也讀過 但是有時候再去找啊 還要再那個打字進去 就有點麻煩 所以就取個巧 用維基百科的 基本上沒什麼大的錯誤 維基百科有時候有一些 隱正不全的地方 像昨天有人問我說 他上夜間部 有一個老師說 社會學這個名詞 是法國學者 圖爾蓋首先提出的 他說老師 不對啊 你的課長說是孔德提出的啊 我說對啊 他講錯了 他說他非常篤定的講 我說好歹去看維基百科 我就上網去看維基百科社會學那一條 社會學那一條 社會學那一條 有說是孔德講 然後沒有說是我的研究 我是全世界少數孔德專家之一 我寫了一本書講孔德 那個維基百科完全沒提到這一點 也沒提到我的課程 他講到啊 你的課程可以上什麼什麼什麼網站去聽 什麼加拿大的課 什麼什麼課 就沒有說你可以上台灣大學 開放式課程網站上 有一個社會學的課啊 所以維基百科顯然也厚此薄彼啊 除非是大陸人的 大陸人都知道我課程更多 可能比台灣的人還多 好 這個六經或者有時候叫六一就多了月經 因為男女平等了 女人進來就有月經了 這樣可以嗎 還是不好笑 好吧 放棄這個月經的笑話 另外唐朝的開始有九經的說法 除了五經以外 有九經就是禮啊 周禮、以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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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三個分出來 那春秋就只講一個 那春秋後來再分 十三經的 你看再加上春秋公羊、春秋古糧 這有的是九經的說法 還有十二經 十二經後來少了一個什麼 後來再加上那個 就變成十三經了 加上孟子 那這是很後來的聲音 所以孟子一直沒有被抬到很高 一直到宋朝以後 所以現在你到孔廟大神殿裡面 有孟子還有朱子 這都孔子不認識的人 他們憑什麼擺在那裡 對儒學有貢獻 是嗎 十三經的簡史 稍微講一下 好 四書裡面就是後來朱熙創的 所以這個在朱熙以前沒有這個概念 就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大學中庸孟子 大學中庸原來是禮記的兩篇 那這個一直到 後來中國人考試一千多年 就是世術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一直覺得這個是錯的 我們幹嘛跟一千多年人學 不跟兩千多年人學 沒道理 而且孟子很討厭 你唸過中文化紀錄教材 你就知道講話又臭又長 背都背不起來 幹嘛把它擺在一塊 自論語大學中 某種程度都很好背的 這種很難背的就去掉 我覺得是這樣 荀子你跟背不起來 我覺得孟子應該把它去掉 變三叔就好了 可能大家都還有三叔 就是第三個uncle I third uncle 三叔 好吧 這個笑話也不行 你們這些人真難討好 那原章開始 這個科舉正式結束 到三十 光緒三十一年 一九零五年 都是用這個四叔集註 四叔集註原來是有 中庸章句大學章句 跟論語集註 孟子集註 所以簡稱四叔集註 有時候叫四叔章句集註 看你要用完整版還是那個 那道統的建立 後來人說的 先有學統 這是清朝人很喜歡搞的 明朝清朝人 說語錄題 因為這禁思錄 禁思錄就有一堆這種名字 就是把那個蘇西的話大大小小全部記起來 然後假學生記的跟語學生記的不一樣 就把他全部弄出來 所以禁思錄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因為我們比較多的是 朱熹跟呂祖籤的版本 還有禁思序錄 你看看那還有別的 有一套 所以我在書店有看到過 《學案體》 《宋元學案》是《黃宗宗七寫》 就他講 寫這些書都開掌握了一個話語權 讓誰是正統 誰不是正統 誰怎麼樣 都是這些人來決定 我們現在知道 還有叫《聖學體》 叫《聖學中傳》 或《中傳》 《禮學中傳》 周魯燈跟孫其逢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應該我完全不知道 只知道都一樣是孫 什麼《遺落淵源路》 《遺落淵源序路》 還有《閩南道學淵流》 所以在宋朝的時候 這個南方就已經開始有中原的東西 朱熹被貶過到金門 所以金門有兩個朱熹教過書的學員 朱熹沒到台灣 朱熹到台灣那就不得了 朱熹沒有 他到了金門 所以這個有機會 各位到金門的時候 或我到金門 一定要去看那兩個書院 《師承體》 《國朝漢學師承記》 還有《漢學商隊》 什麼樣的書 所以這些書都是確定了儒家是什麼 或者漢學宋學是什麼 這跟孔子都沒有什麼關係 那我制度化儒家 這劉素贏先生說的 精神的儒家 政治化儒家 我們知道比較多 常常被反對的其實是政治化儒家 而不是精神上儒家 精神上儒家 一直是大部分中國人 不管在言論或者行為中間 都融在裡面的是這種精神上儒家 政治化儒家是你看得到 那種被政治利用的 從古到金 還有指漢朝發展 成為這個義理的這種傳統 然後這個民間的儒家 現在像民間有一些像一貫道什麼的 其實很多地方都融合著儒家的東西在裡面 融合儒家的東西 就算媽祖的信仰什麼的 很多其實都是那種共同的 跟儒家有些共同點的地方 那千秦諸子中孔子的形象 這個只是列了一個大字讓你知道 孟子裡面也有孔子的記載孔子 有些人差 你不能說這些人 這個群體都差 好那孔子的聖話就包括孔子誕辰 這個是在清朝的時候 跟在民國的時候 做的紀念的日子不一樣 清朝紀念農曆八月十七還二十七 後來改成國立 就算一算說應該是九二十八 然後最近有人根據現在的什麼 怎麼算出來應該是九月十號 那些人都說應該是九二十八 然後最近有人根據現在的 根據什麼日十月十什麼算出來 應該是九月十號 但是沒有孔子逝世紀念日 這些偉人都只有生沒有死的 所以沒有逝世紀念日 就是他要死了 因為孔子的那個死的日子非常確定的 沒有意義的 生的日子是不確定的 但是死的日子確定 所以這個有一種說法叫 一型態國家機器 你講這個大家崇拜孔子 除了精神上的意義之外 常常都希望你相信孔子 所以孔子要叫你要尊 要中黨愛國 要尊師重道 你就開始要理論上 你就要中黨愛國 尊師重道 這都是被利用的 孔子從來沒有叫你要中黨愛國 尊師重道他也沒特別這麼說 就有道而正知是有的 聖地崇拜 譬如屈服 中國大陸現在簡稱屈服叫三孔 孔廟孔府孔林 現在應該四孔 還有孔子博物館最近有的 就把孔府裡面的檔案全部拿出來展覽 弄了一個博物館 那也是他們的觀光的重點 我去年 前年去的時候 孔子博物館還沒有 最近聽說成立了 下次還要再去看一下 孔子 就是孔子理論上是在那裡面出生的 這都講不通的 就像耶穌誕生在馬朝裡面一樣 這只是一個故事 千萬不要信以為真 演的時候很好演 孔廟通常在唐朝爭官四年的時候 下令在各縣、州縣都設立孔廟 當然這也要有財力支持 所以比較有錢的鄉鎮是有可能 但後來又有回孔廟的事情 像牌坊都會有什麼 不是寫著什麼 今生御鎮啊 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你進屈服的時候 先有一個城門叫做萬任宮牆 然後裡面有三個還四個牌坊 然後就有林興門 林興門應該多少跟蹭尾有關係 孔子理天上心經有什麼關係呢 但大家要想到說 他是天上文曲心下凡的 潘池跟潘橋 我們以前的校長叫楊潘池 潘池就一半的池子 那一半池子呢 特別做半圓形 因為希望你想到另外一半 上面有個橋 就是中國人的這個圓滿啊 這樣子 所以圓形跟方形 接下來就大城門 大城門呢 對我進去以後 會有東西武的先聖跟先賢 然後才到中間的大城殿 大城殿後面通常有個崇聖池 然後大城殿旁邊通常有明倫堂 就在那講學的 通常都有這幾個基本建制 但你到全台首學 台南孔廟去 他有明倫堂 他有崇聖池都很小 那個建制有一點奇特 台北的是改過的 原來是私人蓋 以前私人是不能蓋孔廟 那是在清朝 在日本時代蓋的 好像是這樣 你上網去看就更清楚的說明 然後聖事崇拜呢 那漢初譬如說獨尊儒術啊 所以是聖事 四十五經的聖化啊 所以說 哎呀 你怎麼可以不讀四十五經呢 那四十五經如果沒有現代的道德知識 他很少現代的科學知識 所以你讀他幹什麼呢 這是很多人的想法 就那是歷史文獻啊 你不讀文史的 你去幹嘛呢 那我也最近聽像說 哎呀 你讀什麼 我讀文史的 但這人好話 都幹嘛去文史呢 所以從時間減十到 所以就一直開這個文史的玩笑 好 儒行 這個是聖人同拜告訴你 這個在漢朝的時候 禮記裡面就有這個儒行篇 告訴你做一個儒是怎麼樣的自我要求 那非常高的自我要求 然後歷代皇帝的赤峰 你可以看一下 我整理出來的一個表 從唐權宗開始 我們現在叫大臣至頌先師 大概從康熙皇帝開始 才有這個稱呼 孔子在唐朝的時候 跟周公兩個人被諷刺 那頂多賠嗣就是炎徽 後來就是孔子病重時 周公孔子病重時 炎徽只是插花的 然後東漢明帝呢 以周公為先聖 孔子為先師 這時候歷代都不同改變 為的正史年間道 以他為先聖 所以把周公幹掉 炎徽是先師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歷史轉變 唐初呢 又以周公孔為先師 然後又孔子就配 所以那時候周公又起來 唐高宗永輝年間 以周公為先聖 孔子為先師 又跟這個東漢的時候差不多 然後孔子獨大期間大概就是從宋朝 然後顯清二年 這叫做唐朝 先聖遂為後世定制 637年的時候 那也封了一批人進到孔廟 所以孔廟第一批東漢西漢就是 比如說誰你看只稱先賢先儒 從宋得包括申黨公伯寮秦 等雖然宜霸 就是把他給趕出口廟 不要再紀念他 然後林芳齊遠等人 勢於其鄉 厚昌王通 歐陽修輝等人要從宋 所以在之前這些人都不在 這也是誰是另外一個故事 這厚子應該是這個厚 皇后的厚 凡體字這兩個字是有區別 簡體字呢 就沒這個厚 就是皇后的厚 所以有時候把簡體字變成繁體字以後 所有皇后的厚都變成這個厚 就是過度的繁體化 好那這裡 荀子跟楊雄 因為他們都做了後來儒家不滿意的事情 所以呢 就不入寺孔廟 王斃這些人都不能在孔廟裡面 因為他做了不好的事情 就是至少 你荀子言姓惡 這也是不好的事情 這個完全沒有言論自由嘛 所以我覺得孔廟裡面 誰是從事人物應該用現在的觀點去加以整理 這不是什麼不能改變的傳統啊 告訴你歷代都改變了 為什麼到我們這個時代大家就不去改變它呢 然後我們還要遵循著什麼古禮 那個古也不過就是明朝清朝的禮 那明朝清朝以前就不是這樣啊 所以有時候說 你這樣子講不好啊 孔廟應該遵循古禮 我說孔廟可以遵循古禮 你遵循明朝的禮啊 你孔廟也要遵循我們現在的禮啊 這個時代的禮啊 在這些人跟我們都沒關係啦 你去調查一下中文系 全把那孔廟的那個從事的那幾個人列出來 中文系的你講出誰你認得 他做了什麼事情你填一個簡單的表 填得出來的才有意義嘛 你填不出來就表示沒有人知道你是誰嘛 好這裡有這個什麼這個搜啊 這個是不是這個字不太知道 找到資料這個字有點怪怪的 所以循著什麼這也是講到 誰從事不從事是因爲什麼 好那這個嘉靖九年 張聰建議的孔廟四點 這就是1530年 就是五百多年前 那個這個孔廟的現在的規矩 是那時候定五百多年 那五百多年前以前呢 就不是這樣啊 好所以這些告訴你 要留誰去誰 留誰去誰 在這裏有非常詳細的說明 好那這個是黃靖興教授 他是中院院的院士 他比我高一兩屆 我唸書的時候 他是研究生我是大四學生 現在他是台灣少數的孔廟專家 那他有一個表 他的書裡面有一個表 所以到底孔廟多少人 他就算出來各個不同的朝代 我沒認真去算這個朝代 總數有八十二個人 不詳的有七十五個人 什麼等等的這樣 那我算出來 我就把他表列在裡面 你有說這些人 從聖慈有多少人 十五人 全部都一樣 區府口廟 台南口廟 台北口廟 彰化口廟 這都是清朝以前蓋的口廟 你到台中跟高雄去 那都是民國六十幾年弄的口廟 所以那是不同的 所以從這裡鼓勵比較有意思 因為最後一次入世孔廟 是民國八年 入世兩個人 叫嚴遠禮公 所以在那之前出現的 理論上不應該有 嚴遠禮公的名字在裡面 所以應該扣掉兩個人 但是那個光遜年間 也有一個入世孔廟 所以你要看他成立廟的時間 然後扣掉那些人 才知道他為什麼會少這些人 從聖池十五個人 孔子一個人 這是全部一樣 黃金星的列表 好像沒想到這個 四配總共四個人 這也是一樣 十二折沒有問題 大成殿裡面的人 幾乎全部都沒有什麼問題 東武先賢在這裡有 區府口廟呢 因為我這次把資料補全 所以這是到目前為止最全的資料 四十個人 東武先賢 先賢理論上是跟孔子認識的人 或者是實際跟孔子家園記載的人 台北孔廟只有三十九個 彰化孔廟只有三十八個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 然後先算給你看 至少是不一樣 區府不一樣 好 他是為什麼會少 他年代比較晚應該多才對 還是這個是後來家 東武先賢 先賢是大概從宋朝以後的 但是有幾個人是例外 因為北宋五子被尊 被宋朝人尊很高 所以北宋五子都列出先賢而不是先賢 就打破那個原則 先賢是跟孔子的弟子 然後宋朝以後 不要講宋朝 但漢朝以後的人都叫先賢 好 這個呢 黃金星的表列了三十九個人 然後這個區府口廟跟台南孔廟一樣 不是 區府口廟這個東武先賢是黃金星表跟區府口廟都是三十九個人 這條線在這裡 所以表現這兩個是一樣 然後台南孔廟只有三十六個人 台北孔廟三十八個人 張浩孔廟三十五個人 這可能是歷史上只有我這麼無聊會去算有多少人 你說算這幹嘛 沒幹嘛 我只告訴你 有些事情可以認真力點做 就這麼簡單 從來沒有人認真做過 那麼多年來都沒人做過 好 所以西武先賢 三十九個西武先賢 我這怎麼寫的 這可能 然後跟西武先儒 這三十九個是黃金星列表 然後這個台南孔廟呢 是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五又不一樣 然後西武先儒呢 三十七個 區府口廟是三十八個 然後三十六、三十八、三十四 所以總的呢 黃金星表中列了一百七十一個人 因為他們也把這幾個人列上 然後這個區府口廟總為一百八十八個 然後這也是一百八十一個 一百八十一個、一百八十五、一百七十四 為什麼 孔廟不是應該都一樣嗎 我們講 觀眾的表就可以寫一篇文章 我這邊等一堂課的幾十分鐘講給你聽 為什麼 那就可以解釋 好 那孔子畫像也是一樣 顧凱之 還有吳道子 唐朝的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都號稱吳道子畫的 是不是真他畫也不知道 你看他雙手跟手杖的位置 上次我們講到圖像講過 還有像跟主的問題 就是一下之別的問題 這是後人說的 明代知識分子堅持 說了因為像是外來的 這跟這個西徒宗教不崇拜偶像 有異曲同工之妙 基督宗教也不崇拜偶像 所以新教跟天主教不一樣 所以你看新教天主教看什麼呢 看他的十字架上面 十字架上面有一個耶穌的 那就是天主教 十字架上面就是單單純純一個十字架 那就是基督教 因為他堅持連那個耶穌像都不能有 那回教 以斯蘭教就更徹底 他根本就不准有 穆罕默德的像 所以你在網路上找到穆罕默德的像 大概都是諷刺他 污辱他的 那個丹麥的那個漫畫事件 明朝加進九年就像剛剛前面講 1530年廢除塑像改成墓主牌位 但在屈腹跟幾個地方 孔子還是有像 不是只有牌位 台灣的孔廟好像 對所有的孔廟都沒有像 都只有神主牌位 或者牧主牌位 所以台灣的是根據的是明朝的 你為什麼台灣要根據明朝 有個像更可愛不是嗎 你們看到孔廟去看那個Q版孔子 比較好可愛 你就會親近一點吧 孔子是不是長那樣 絕對不是 但他可愛嘛 不是嗎 你不是要人親近嗎 如果孔子還有特異功能 什麼尾巴會發電啊 或者怎麼樣 拿個錘子啊 拿個棍子就會吸引錢 那孔子就更厲害了嗎 吸引更多人了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復仇者聯盟 孔子要找誰復仇 和平者聯盟 可能是這樣 好那孔子的家族 叫孔甫 後來叫衍聖宮 衍就是能繁衍 就這家人的種子 就是孔子的職業 可是這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到了等一下講 這七十七代世系 其實現在已經到八十代 七十七代世系到孔德成 我年輕的時候 一直每天都講 孔子七十七代孔德成的天上 廣播的時候都會講 這裡面有一個在九百一十二年 孔府的世系是次於天皇的 但天皇有一些傳說的世系 孔子的世系 孔家的世系 從孔子以前再往前算 還算五代 那個在崇聖祠裡面 所以孔子家的世系 是到目前為止 人類之道最長的 沒有斷掉的世系 其實有斷的 但只有別的接的方法 就像頭髮可以接髮一樣 好這個在後梁的時候 這個人叫做孔末亂孔 以及孔仁玉忠心 這個忠心是我的名字 孔氏的家仆叫孔末的人 施主假冒敵義 就把他的祖子給殺了 為什麼不知道 是這個人神經病呢 還是那家人對他不好 這個不知道 反正他這個仆人 就把所有的那個主人全殺了 然後說我才是正統 這敵就是敵傳就是大兒子 當時孔子第四十三代孫孔仁玉 年方九個月 你不覺得這是一個戲劇的好材料嗎 以前肇事孤兒就這樣的戲啊 對不對 然後全家就互組完 你想在外面就打打殺殺 然後哇 一堆人死掉血噴事業 看你要不排得多那個 然後就一個仆人抱著一個小baby 九個月了 孔仁玉 就把他救出去 被奶媽張媽帶走 張媽交給你了 然後他就背後被砍一刀 破血都噴出來 找哪裡往後面跑 你看我當導演我也知道 然後幸免於奈 對吧 然後就跑出去了 然後就被奶媽 帶走了 後堂民眾長興三年九百三十年 魯仁將孔末假冒敵意是告之於官府 你只殺完孔家人 你沒把區父人全殺了 所以有人知道你是不對的嘛 所以等到實際對了 就把他告 告了以後孔末就被殺了 孔仁玉就任區父縣主部 不是孔仁玉帶兵殺回來 是孔仁玉 孔家人是不殺人的 所以孔家人你看 他就那些人 他把他殺了以後 這個人就回來了 回來做祖父 然後祖成孔子祭祀 孔仁玉今此事件被稱為中興祖 如果再煮飯 那說忠心在幹嘛呢 忠心在煮飯 簡稱忠心祖 懂嗎 不是關忠祖 加上我要退休 沒事情做 我只好到Saven去做忠心祖 好那南宋的時候呢 出現四十八代 剛剛那是四十二人 是吧 四十三 經過五代以後呢 衍聖宮孔端友 隨從父親孔傳奉 赴揚州 如果你讀一點歷史 你知道南宋已經開始往南邊跑了 後在渠州建家廟 這個家廟還在 我也去過 真的是不大 奉仕孔子跟機關夫人楷牧相 這楷牧相相傳是子貢傳下來 我上次去了 我不跟各位講嗎 我就去了 不是有人要破所而入嗎 我就阻止說不要啊 我們到孔家來破所而入 就為了看那個 他有應該拿出來斬啊 如果破所了發現還沒有 這不是很尷尬嗎 後來聽說被調到屈腹去了 我一個朋友就看到 然後照一張相給我 我一看就知道那假的 因為原來那個照片上是列的 那他現在那個可能是三滴立體打印的 所以根本也沒有那個 就看等於不看 而易如屈腹叫孔氏南宗 其實那易如屈腹真的是 但是不知道哪裡不一樣 反正你去那邊跟去那邊看起來是不一樣 還不是具體而為 是徐州是真的比較小一點 但說他易如屈腹 這個大概古代可以這麼說 現在看看好像不是這樣 好到1131年 傅昌二年 金兵入主中又建立一個齊的政權 劉裕就封孔端有的弟弟叫孔端超的人 孔端超的兒子孔樊為衍聖宮 主持屈腹孔子林廟的祭室 衍聖宮 今朝有一個元朝有一個 所以三個朝廷都各有一個衍聖宮 這是 元朝統一中國紀後 就大臣上書元始祖 認為孔氏南北兩宗應該只有一個 現在天下統一了 衍聖宮也該統一了 那照誰呢 照大宗之法 大宗之法 那就是大兒子那一系 應該來當 應由孔子嫡傳後裔 此時 基於徐州的衍聖宮 孔端友的後代西風 元始祖覺得有道理 秦定南宗為衍聖宮 並讓其返回屈腹奉勢 這已經多少年後了 好像九十年後以上 治元十九年 南宗的第六代衍聖宮孔朱 在那裡都繁衍六代 一代如果三十年 大概一百八十年 但通常二十歲就結婚 或二十歲以內就結婚 大概還不到一百年 對皇帝秉承自己六代祖先君葬於徐州 孔子姓孔是因為五十年 是親近別為公主 所以他用孔復家的那個名字 變成姓孔 所以五代以後 其實就跟自己的原來的祖先 就很遙遠的關係 跟同代人就幾乎沒有關係 現在你也知道 你少墓大概三代人都不認識 不來往的話 你根本就不認識 自己都有高堂老母 不忍離棄徐州返回徐府 所以就把這位讓給北中的足弟孔治 然後呢 自己齊寢遷徐州奉養住 然後當然約子對很讚賞 說哎呀 孔家真是講究讓了 就這樣 所以他回去了 但是那個孔是南中呢 就孔是北中 就一直這樣下來 這就是 所以現在你說 關世一系嗎 到後來 廣義的講是沒有問題的 俠義的講就是 其實在元朝的時候 那個南中就不做了 所以現在傳下來的 都是二兒子的小孩 就像孔子是二 是老二一樣 所以有人認為這跟得有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就包括孔德成先生 應該也就是 是北中的傳下來 不是南中 南中就讓給北中 簡單講是這樣 那這故事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這就一路就這樣下來 那中國大陸因為不太相信 這個衍聖宮這個 後來中華民國成立了 就叫做大臣奉四官 原來還領薪水 後來被人家罵 說什麼事情不幹就領薪水 你想連奉四官 至少每一年出來幹一次都被罵 所以後來孔德成先生 就很有質疑 說那我不領錢了可以吧 所以奉四官後來就沒有薪水 主持春秋兩季 但現在台灣只有孔子誕辰在季 所以是秋季秋天的時候季 春季沒有了 那中國大陸就把 這個現在的叫做孔垂長 就請他回去春季 春天在屈腹做祭典 那還是奉他為 因為大陸已經沒有奉四官 然後他們也承認孔垂長的世系的位置 所以他在孔家的地位還蠻高的 他們現在生了一個小孩 叫第八世代 好像在上幼稚園 這個衍聖宮 我們現在都不這樣講 但是你如果用老話 還是這麼說的 好這個孔子還有明慧的問題 譬如說孔秋 不能叫孔秋 要尊重他叫孔子 甚至唸到秋 還要唸成孟 孔夫子跟孔老夫子的小問題 原來西洋人在接觸孔老夫子的時候 為什麼叫confusionism 是因為他是用孔夫子 而不是孔子 mancius 就因為只用孟子 沒有孟夫子 所以不叫manfucius 不叫manfucius 所以認真的一點的人就考證出來 confusionism原來是要從孔夫子 這三個音轉成的 不是孔子這兩個音轉成的 這是翻譯的問題 所以現在都叫confusionist 實際上來孔夫 這個是個拉丁的結尾 就是子的意思 避諱缺筆或避諱轉音 這都是孔子書法 這個事情 我們上次也說過 這個 在現在大陸的長州 有個地方 還有延陵祭祀節 文化節 就是孔子去了延陵祭祀 他是吳國的延陵祭祀 在一個墳墓上提了一個字 那他們有的 現在一個碑 上次有人傳一個照片 有不清楚 字比這個少 但是原來也差不多是這樣 就是他在延陵祭祀墓 這個吳字是很清楚的 這好像是祭祀 知 這應該是墓還是什麼 可是這邊是一個什麼 那多了一個這樣的字 總而言之我問了一些 學過古文字學的人 大家都完全解不出來 這十幾個字 這是清朝陽方晃的書裡面記載 孔子唯一的 這是傳書 所以歷代尊孔跟反孔 簡單講 當時人就認為孔子是聖者或多能 我們剛才講過 有時候說他要變成目睹 說他為寧 說只是講好聽話 還有說他不如子貢 那太平民國之亂 基本上是接受西方的想法 然後基本上把所有的孔廟都毀了 太平民天國所過之處沒有完整的孔廟 而儒生也都被殺了 所以為什麼鄭國凡這些人 你說他到底是民族革命還是一個文化革命 要為了保存儒家文化 這就有不同的爭議這樣 所以太平民天國的問題 接下來五四運動 前幾天才過一百週年 打倒孔家殿 包括象徵人物有成都秀 吳俞還有吳志輝 這些都是他們著名的說法 有些是斷章取義的 那通常還有尊孔的社團 袁世凱等人 但當時尊孔剛好都跟保守德搞在一起 所以大家很討厭那些人 就跟著很討厭那些人說講的一切 很不幸的孔子被這些人拿來當成黨殿派 所以民國初年很多人很討厭孔子 就這樣來 所以原來要定孔子為國教 1917年就民國六年的5月14號憲法會議結果否決 就算北洋政府他也沒辦法控制所有的 這不是現在的國民政府 然後東方文化派是遵孔的 好那簡單告訴你 你現在大家也可以知道 反恐派的主張包括到現在都這樣 這是研究以前的 就是孔子跟帝制的關係 或跟專制的關係 反對的人就覺得他是幫他們說法 你應該反過來講 專制的人都希望拿孔子來當黨殿派 第二是孔子跟獨尊孔教的關係 這跟現在強調多元是不合的 所謂的孔子道不適合現在來參國 那是當事人說的 尊孔派主張說尊孔可以保國保種 因為這是你文化的基因 你不能少 尊孔還建立國民道德 這其實是有問題 但是很多人是這麼相信 然後孔子道能夠適應現代生活 這不就跟著對幹嗎 尊孔虛煙讀經 定孔教為國教 讀經在民國幾年就廢除了 就廢除讀經 所有的學校 在中華民國的學校 在當時是不讀經 所以到現在為止差不多 要不要廢除文化基本教材 這個很多也認為不需要 以前我看過有些討論 那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陸 批林逼孔 還有在台灣 就來一個中華華復興運動來對抗 所以大陸人現在覺得 我這一代人文化比他們多一點 對中華華人了解就是有這個 他們大概十年不能讀那個書 這就是我們的優勢 這是後來看出來的 現在你們跟大陸人比起來的優勢或劣勢 這個也是你現在看不出來的 有經驗的人可以告訴你 但你不會相信 東亞四小龍時代跟儒家倫理的關係 這1980年來 我當時就覺得不可能 因為儒家倫理一直都在 那為什麽只有這幾年有經濟發展 那現在儒家倫理還在啊 怎麽就沒有經濟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跟 從方法學立場來講 這應該跟儒家倫理沒有什麽太大關係 還有臺灣有讀經班的問題 王才貴教授現在都要到大陸去 這也有一些爭議 覺得現代人為什麽要受這種教育 其他相關單位也有提倡讀經 一些異貫道德啦 還有一些別的人也團體也提倡讀經 那中國大陸有國學熱 從於丹的《論語心得》開始 這本書是近代暢銷書 雖然有人罵得很厲害 但是畢竟這本書非常暢銷 臺灣也有 還有中國大陸在社科力主辦的孔子學院 這個網路上有一個 加拿大的一個大陸女子 拍了一個紀錄片 然後講著孔子學院的事情 孔子學院就拍了八集的紀錄片 我們都看了 講到孔子學院的事情 簡單來講 他們說一種說法 這是很不公平的 孔子學院不教孔子 哥德學院也不教哥德 你去學法 學德文 哥德學院不學 所以他那個只是個語言機構 他們的並不是文化的 並不是教那個 所以叫孔子學院 你用這個講他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因為中國大陸在全世界各地都適合孔子學院 那他當然很不喜歡一些反對中國政府的人 譬如說法輪功的人 那你在美國 你在大學裡面 那我去應徵工作 你不能因為我去信任法輪功 你就不用工作 所以有些法輪功的人 就去應徵孔子學院的工作 然後就被拒絕 被拒絕以後 法輪功的人就去告 說你這個沒有工作平等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再加上說他宣揚這個 中共的什麼意識形態 每個國家不都知道 宣揚自己意識形態嗎 你不喜歡是一回事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爭議有很多 那大部分都是政治的爭議 那這個孔子學院到目前為止 你少數的時候可以看到 那是哪裡有關掉孔子學院 那關掉的原因 常常不是因為跟孔子有關 常常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要不然就是應用的不公平 或者你排斥了某些人 能夠就業的平等的機會 那少數當然因為有些人不喜歡共產主義 那孔子學院是有多少在宣揚共產主義 那是看你對於語言跟那個 我們學語言都其實暗暗地都學到了 語言要傳遞給我們的一心態 這真的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見仁見智的問題 所以孔子學院 那台灣有一陣子有一個很小的 完全不像是對抗的叫做台北書院 你到中三堂晚上你交兩百塊錢 可以聽一門客的台北書院 那台北書院跟孔子學院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名稱上很像 那台灣有沒有什麼台灣書院可以去做 因為你教的國語 跟大陸人教的普通話 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你能夠跟他對抗什麼 你可不可以跟他合作 我們不跟他合作 那孔子是大家的孔子啊 這不是你的孔子 那你覺得他教的不好 那我可以教的好一點呢 那孔子學院在非洲非常流行 因為他教那個 包水餃啊 做什麼什麼 所以非洲很多人現在能講國語 你會嚇一跳的 而且講的很好 我們叫普通話 我們叫國語 他們叫普通話 那是孔子學院叫出來的 所以你看那個電影啊 他們現在慢慢電影裡面 都有非洲因素 戰狼二基本上就在非洲 所以這個像這個 這個效果怎麼樣 真的要到後來才知道 這個至少這裡面是一個 跟孔子有關的那個 好像差不多就這樣吧 那今天的課題 就是銀跟巨的問題 那很多人自己都做了 還有你生活上 還有很多你不自知的事情 譬如說你為什麼要愛你爸媽 你為什麼要孝順 母親節到了 母親節不是中國人的節日而已啊 猶太人 那個義大利人 這個母親都很重要的 光這幾個 政治跟孔子 文化基本教材跟孔子學院的問題 經濟跟孔子 韋伯有一個叫儒教育經濟發展的一個 我覺得是假議題了 最後就是孔子跟全球倫理 我不覺得中國大陸是唯一有權利講孔子 我不覺得 我覺得全世界人 誰對於世界和平有正更好看法 都應該可以把孔子的東西 那我上次講過 第一個是人道原則把人當人看 這個就有 所以這個人這個人都可以 蘇道原則剛剛有講到 積極面就極力於人幾達達人 然後消極面是幾所不易勿施於人 這個你參考劉樹先生先生所講的東西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重要 這我為什麼教這個 我將來希望教一個世界比較文明的書 希望大家有一個更廣泛的觀點 你將來才能面對這個世界 就像富州的聯盟寺 當禁忌隊長出現的時候 說你怎麼這樣才來 他說我還要 那宇宙大得很 我要很多事情 你有的人上不了宇宙啊 那他可以啊 所以他有更多事情要去做 各位將來也可以現在台灣 然後專門處理台灣 每天的這種事情 你也可以到更遠的地方 或更大的角度 去思考更大的問題 好 這堂課就把孔子講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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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